一个漂亮的妞儿竟然想当将军 坚持荒谬 老子不打无名之辈 报上名了 死胖子 听好了 老娘我行不改名做不改姓 安云夏师爷 你是安云夏 皇上 安娘娘企图行刺皇上 最大恶极 她竟然没有死 皇上李云夏只抓人 这一射天下 为何独独不能放过她 我不管你是谁 既然上台了 便只有胜负 快打吧 打完收工 明夜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采取了心理和战术结合的迂回战术 我先供你的传竹穴 然后是天突 神雀 再供你的下盘 反转 风驰 然后收工回家 那个胖子脑子里就回想着明夜说的攻击顺序 所以双臂交叉 挡在脸前 姑娘几招就想打败我 简直是痴人说梦 明夜的身子已经来到了她面前 嗓子眼睛被打 顿时眼前冒过金星 明夜双手提着她的肩膀 借力翻了一个跟头 双腿瞬间飞到她的肩膀上 夹着她的脖子 只听明夜大吼一声 前进追 那胖子也不知为何 在地上晃了几圈就倒在了地上 明夜的手捏着她的咽喉 胖子顿时只有出来的茄 没有了进去的茄 很快就开始翻白眼了 观众席上忽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明夜目光落到皇上身上时 两人四目交汇的瞬间 惠心一笑 今日的比试结束 圣者安云夏 成为新的泪主 手泪三天 若是无人成功夺泪 安云夏将着身 我们大夏国的大将军一职 我们大夏国的大将军一职